万年神龟还活着 只是鼻尖上多了一个白点 白点 凶手应该是在万年神龟上下了毒 使用白点作为诱饵 驱使萧太妃伸手触摸 然后中毒身亡 那帮帮差点中毒啊 他是西夏人 宁王爷的意思是 此女是西夏探子 不错 现如今三国鼎立 西夏定是为了挑拨我 宋辽两国之间的关系 只要我们开战 西夏就会坐收渔翁之力啊 简大人 你也别太担心了 大夫不是说了吗 小琪只是过度惊吓才晕倒 肯定会没事的 看来还是心病难除 七夜怀花虽然可以去除 她体内的尸毒 但看来这丫头之前受的惊吓 已经成了她的梦魇 想要克服掉的话 还得靠她自己 你也做 你先做 我去给你打洗脚水 小 小琪不用 那你捏肩膀啊 还行吗 小琪 你其实不用做这么多的 那可不行 你这要成日在外面操心公务的 这回来呀 我要把家把持好 然后让你呢 轻轻松松 舒舒服服 本王只不过看莫姑娘一个人游玩 先带她多转一转 让她熟悉一番 是吗 还不多谢萧王爷梅艺 多谢萧王爷 不过今日不巧 我另有安排要带着莫言 不如下次 萧王爷再有如此雅兴 记得派人提前告知我 我好一同前往 也可以好好欣赏 中京的风光 好 那届时 恭迎公主大驾 本王的地位说一不二 小娘子跟了本王 本王保证你 一生如华富贵啊 这里面真的是你的东西啊 是啊 这可都是大内的东西啊 这戒指 上上品 金黄色 一般人可都是买不到的呀 你确定 是你的啊 仔细一看 又好像不是我的钱的 大概是 你认错了 你认错了 堂堂公主 流连市井之中 还扮成男子 成何体统 大人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去寻回公主 公主此次女扮男装 还丢了钱袋 若是想要留宿 能去哪里呢 玉儿 你说说你 你说说你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让你在这儿好好待着 不要乱跑 我只不过是想去开封府 见一见展大哥 我怎么知道会被人盯上 好久不见啊 展大哥 你们当公主的 这么不必男女之嫌吗 展大哥 她是谁啊 小七 这次是护送公主出赛 恐怕一辈子都要待在那儿了 一辈子啊 这么久 是不回来了吗 也许 能回来探亲 也许不能 我也不知道 那我更得去啊 不然你一个人多闷啊 难道你就不嫌闷吗 那怎么会呢 如果我去了的话 我陪着你 你陪着我 我们俩待在一起不挺好的吗 你也是来相亲的 你是 我也是来相亲的 你们宋国 可以同时约见两位姑娘吗 别说是两位了 这四位五位的都有 只要看得顺眼的 都会带走的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 那这样的话 你就得叫我姐姐了 要是嫁进去了 我就是十四房 你就是十五房了 十五房 我走后 你要照顾好自己 展大哥 我的愿望 不只是想吃遍大宋美食 那日在白账之后的人 是你 是 展大哥 你 带我去大辽吧 只要跟你在一起 什么苦我都不怕 公主怎么不在呢 公主 公主 会不会已经回屋了 六斤 你看到公主了吗 没有啊 我刚刚就在房间没看到她 以为她还在这儿学礼仪呢 这不把吃的都带来了 这就奇怪了 她能去哪儿啊 对啊 这人生地不熟的 她能跑哪儿去啊 难道是逃婚了 可是 可是也许没你想的那么糟呢 也许 也许你嫁的那个男人 对你极好呢 极好 极好我也不要 我又不喜欢 我若塞给你一个女子 她待你极好又美若天仙 可你却不喜欢你要吗 这些瓷器 都是你们宋国 进贡给我们大辽的 怎么样啊 宋国公主 是否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啊 太子与太妃的盛情 照与谨记在心 本宫虽不是太子一脉 但对其是如己出 你是太子要娶的姑娘 本宫 自然是要多加关照的 真是笑话 你们何来自信自恃孤傲 你可知在座身份何其高贵 宴上哪有你狂吠之地 你一个小小的侍女 竟敢如此大胆 我并没有说错不是吗 要比诗 也是你们说的比诗 既然这舞蹈也比了 写诗也比了 那第三关 不如我们 比比武怎么样 那丫头怎么会看上你呢 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你 展某 远不如王爷活得随心所欲 那你的意思是 那你的意思是 除了这一点 我一个堂堂王爷 哪一点都比不上你了 其实很多时候 我都觉得王爷比我更懂他